而在凤林镇新就任的镇长交接典礼 也在25号的下午举行 新任的镇长林建平表示 会在前任镇长的既有基础之下继续的努力 也希望能够在镇民的支持之下 再造凤林镇的风华 凤林镇长交接典礼25号下午 在镇公所三楼礼堂举行 由华林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竹尖交 现任镇长萧文龙感谢公所团队 八年来的努力以及代表会的支持 才能够顺利推动相关的政策 在这段时间也很感谢我们林主席 在代表会前提的支持我 以及前提代表支持我的预算 也支持我的政策 那我们镇公所在我们习秘书带领之下 带领了同仁大家刻苦耐劳 真正的很辛苦把政策所的预算 财政给它振兴起来 在这段时间我特别感谢我们习秘书 以及各个市的主管 各位同仁 很辛苦的配合我 所有的代表大家全力支持政策所 所以我们政策所 凤临镇能有今天稍微一点成就 都因大家的努力 所以在这里我要希望我们各位同仁 以及各位理想各位代表 本着过去大家跟政策所的支持 一起再来合作支持 来创造我们的风铃 而新政政长林建平也指出 担任第十九届政长的责任相当重大 对于肖政长在中区垃圾场的政策上 能够改变合约 使政公所能够自营 才能够改善政公所的财政来源 充实政库 当初很多不平等的一个条约 我们的肖政长来自民间 他深知 这个整个条约的过程里面 我们凤临损失了什么 什么是我们凤临应该得的 而未得到 所以说整个我们的中心长 在我们攻守自己营运之后 我们的财政状况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为什么我今天在开场 要讲这个我们的中心长 为我们凤临政公库 带来了一个 经济的一个价值出来 曾经我们刚才乡村长所说的 凤临所有的事务 所有的建设 所有的社团 所有的活动 任何的事项 你没有一个雄厚的一个资本 你要如何能够开展的出去 我们销售上跟他挥洒得更精彩 当然今天 我学次就任凤临政的政长 我的内心 相当的 惶恐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肩上的重担 更重了 在交接典礼上 新任政长 对凤临政未来的期待相当高 典礼当中也举行了 里长的就职宣誓 并期盼在肖政长的基础之上 能够再次的创造 凤临政的风华 记者凌杰 凤临政采访我报道